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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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两种分享 觉得最近最神奇的一段经历 没有 最近没什么神奇的一段经历 没有 下次有再分享 对哪里的方言最感兴趣 方言呢 东北吧 咱们这三 最喜欢这个方言 现在大学生放假回家都会变成德华 杨总有帮哥哥或 这亲戚家哥哥姐姐 带孩子的经历吗 油油油油 因为我有一个侄子 他刚出生不久的时候 我是几乎每天都带着他的 哄他睡觉啊 陪他玩啊 这一种都有 最近杨总摄影计划是否可以重新启动 给太阳星们看看你的世界 其实主要是拍到不知道得拍啥了 就是我连现在自拍我都很少拍 努力努力吧 如果之后有拍到什么好看的图会 分享给大家 觉得最能体现现自己是风向星座的瞬间 是什么 以及追风向星座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我可能是很随和吧 就不要向网自由 自由随和 可能不要向风向 然后追风向要注意什么 反正追我的时候 不要太油腻 就可以了 最后一题了 如果朋友分手找杨总大哭 你会怎么安慰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失恋了 之后都会来找我跟我聊天 然后跟我说他们的故事什么的 通常我不会安慰 我就是旁听着 可能都说两句就是那个 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因为其实发泄完了就好了 好的 今天的友情回答不知道你们还喜不喜欢 之后呢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问 问一些有意思的吧 好吧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们大家的观看哦 卡哇伊 镜头越来越歪 快到了 快到了 快乐